鳄鱼散步投逝 伏伏前进爬行 眼睛 会在这里 会在这里 眼睛要贴在正确的位置哦 牙齿贴这里 牙齿都贴到身体上了 已有的鳄鱼是抱牙 有的只长了一颗牙呢 在牙画眼珠子时 竟然把牙齿也画到蛀牙黑黑的了 这有特色啊 然后要 我们现在呢 要像鳄鱼一样 就趴着 希望你发过去一点 你在这边 然后你过来 还没有 我把牙齿的位置 阿亚老师的手好酸 看我努力练练二头鸡吧 开始 来 慢慢的 小鹿鱼们要出发散步咯 那一开始是鱼城 鹿鱼一马当先 突然安全鹿鱼加速推动了 参赛者成了鹿鱼紧要其后 来来这里 来来这里 注意左边的玉城鳄鱼 那笑容简直太可爱了 爱了爱了 把鳄鱼爬爬 爬回去 原本的位置 不得不惊叹 鳄鱼宝宝们的反应 超级快就转身了 果然是脱离爬行接的 不久的小幽儿 速度仍然在线啊 每只小鳄鱼爬起来 脚力可真快 现在是单独solo的时间哦 鱼城的笑容太迷人了 哇 饿得好像装上电动的电池一样 超快的 鱼城迪迪是我们班最早出生的 爬起来也是很快哦 鱼城迪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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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开始 爬 爬行是所有学习的基础 透过手称递的触觉刺激 能够建立手的肌耐力 有助于将来务必写字的稳定度 爬行需要观察距离 哇 越强好快 一能锻炼腹肌的力量 长大也加快 爬行需要大 小脑之间的紧密配合 其实就是对脑神经系统功能的 一切最强化训练呢 爬行中消耗能量大 有助吃得多 睡得好 长得快 辅助爬行的好处多多 搬上的孩子都跑得很好哦